了解 这次援护的外省市医疗队中 不少都是整建制前来支援 抗疫情 他们在抵达上海休整后 与上海市卫健委对接 远到不同的方舱医院 和各个社区检测工作中 二五两点多 第一架河南援护医疗队包机 降落在虹桥机场 海南共派出908名医护人员 前往上海 这些医护人员来自38家医疗机构 覆盖 呼吸 重症 感染 中医 放射和愿感管理等 昨天这架空客330飞机 搭载了四川援护医疗队队员 也派出1012名医护人员奔赴上海 一户不落一人气形 记者今早在浦西某住宅小区看 居委会的社工和志愿者们 就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各楼栋 各楼层的小区居民 有序下楼做核酸 在核酸采样点 工作人员帮助做好登记 并维持现场秩序 至两米安全距离 避免聚集交谈 防止交叉感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